請我們打開週報第二頁 我今天要跟你們分享 改變在與神相遇中 改變在與神相遇中 二十多年前我到華神去讀書 那個是我讀的第一個神學的學位 那個時候華神的新生 開學之前有一個學前訓練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不過我們這個二十幾年的 我們當中可能有三十年的 從華神畢業的學生 我們當時都有這樣一個訓練 就是要去做足家步道 足家步道 那是一個訓練 我們平均每大概十個人 就分成一個小組 要在連續幾天的時間之內 到我們認為合適傳福音的地方 去發單章 那我們隨走隨傳 或者到人家的店家去拜訪 或者到人家住家去叩門 向人發福音單章 並且傳福音 這是一個訓練 這是一個訓練 這是一個操練步道能力 培養傳福音 勇氣的機會 我知道 在招會現在還做這個事情 可是大部分的教會 現在已經沒有做這件事情了 不過那個時候我們有 我們有在神學院的時候 有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在去讀神學院之前 我已經開始在教會服侍很多年了 而且也做了很多年的講員 那麼到那邊同學都彼此 稍微認識一下 就說 那個 那你就做組長吧 或者叫我李哥 或者叫我李健弟兄 你做組長我就做組長 那麼 我們就選了一個地方 我們到那邊去集合 然後我們就開始有步道的工作 分配怎麼樣的進行 我們那個隊上有一個 也是那一年考進來的新生 是一個女同學 她本來讀信佛教 在佛學院裡面 已經念完了她的所有的碩士的學科 她已經拜在許多高僧的名下 有很多的經驗 她也在許多的寺廟修行過了 後來她改信基督 生命有很多的經歷 那一年也來報考華神 我們就在一起學習 我們在外面傳福音的時候 中午都有休息的時間 因為好像是兩天還是三天 我忘了 總之中午要一起吃飯 下午晚上就不一起吃飯了 中午我們就累了 我們就一起吃飯 你知道二十幾年前 那個時候我們就在路邊的一個 小吃店裡面吃 那我不知道 如果你跟我年紀一樣的話 你大概會知道 那個時候的小吃店 就是自助餐 你就要了幾個菜 然後就在添飯 那時候都是神學生 大家很窮 我們就在一起吃 把桌子併起來 那個小吃店 大概也只能坐下二十個頂多人 那我們就把桌子都拼起來 我們坐在一起 一邊吃可以一邊談一談 早上我們傳福音的一個情況 我們就坐下來 一直吃自助餐的時候 因為人很多 就十幾個 那麼就只要有幾個人去拿菜就好了 我們說菜大家一起分攤 這樣錢比較省 那就有人去添飯 有人去 那我們就坐下來就開始擺筷子 然後拿那個 那麼小張的紙巾紅色的 你們記不記得 現在如果你還用那種紙巾的 然後就發好了 然後坐下來就在那邊吃 然後她就去添飯 她負責添飯 那個姐妹 添好飯之後她就把那個 她就用那個保麗龍的小碗 添飯嘛 就拿過來 雙手捧到我面前說 李哥你請吃 我說好 然後我就跟她說 傳過去 她當然愣在那邊我就傳過去 她又趕快跑去添飯 她說李哥請吃 我說好 傳過去 然後後來坐下來 她就說她要坐我的對面 坐下來 她就跟我說 她就不吃飯了 她就跟我說 她說 她說 她說李哥我跟你講一件事情 她說 你們基督教的人 跟我們佛教的人 有很大的不同 我說 你還在信佛教嗎 我說 我以為你已經信基督教了 所以我們學校才收你 這學校怎麼會收一個 還是佛教徒的呢 做神學院的學生呢 她說 不是不是不是 她說我是要這樣講 才能夠把我的觀念講清楚 她說 我們在佛教的裡面 她說跟你們信基督的人 有很大的不同 她說 當我們佛教徒在一起吃飯的時候 一定把最早 成好的一碗飯 拿給我們當中 修行最高的那個人 或者身分最有的那個師父 而那位師父也絕對當仁不讓 她絕對不會把那個碗飯 拿給別人的 因為這裡面有排名的問題 她說她一定把飯放在自己的前面 但是我們基督教的同工卻不是這樣 一點都沒有身分的區別 大家在一起吃飯的時候 沒有大小之別 沒有先後之分 她說 我剛才拿飯給妳 妳就傳進去 妳就傳進去 後來我想起 對 她傳了好幾次飯給我 而且她拿過來說 她都是用雙手 而且她還說 李哥請吃飯 那我就把它傳過去 我後來還就是說 難怪她很受傷 她覺得我都沒有要 放在我自己的前面 她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個信仰當中的人 正常來說 當然很多例外 但正常來說 這個信仰當中的人 信得越久 越沒有價值 越平易近人 越愛人 越願意付出 但是其他的宗教 他所信的 完全不是這樣 他說在他們當中 如果你拿錯了 就不得了了 你應該拿給A 你拿給B 那個A的臉馬上就變 就說 你弄錯了 我才是最先應該拿到碗的 我最先應該拿到吃的 他說甚至你拿東西給師父的時候 拿錢給他的時候 你還要跪下來給他 我並不很了解這些狀況 不過他那天講的時候 他講得很認真 事實上不僅是佛教這樣 其他宗教 其他組織或政府機關 或企業公司 身分越高 就越不容易被親近 對嗎 你要知道你要跟高僧講話 你要很努力的打開重圍 才到他面前 可是你今天到基督教的牧師面前 你隨便都可以去的 很少的牧師你不能親近他 很少長老是你不能到他面前找他的 很少 很少 這就是我們不一樣的地方 他跟我說為什麼基督教信仰 跟別人相反呢 他說這個信仰當中 越認識的人越謙卑越讓步 越自以為渺小為什麼呢 那天的情況我還記得非常的清楚 親愛的弟兄姊妹的確 這就是一個真信徒在這個信仰當中 所表現出來的特質 因為我們的信仰不是一個修行的信仰 我們也不是靠著自己的努力 守住教條的宗教不是 相反的這個信仰所帶出來的 是我們生活當中遇見神的結果 那遇見神會怎麼樣呢 當你遇見神你碰到自大者而自我渺小 是很正常的現象 很正常的現象 也因為如此我們會改變 我們會謙卑 我們會不隨著年齡的增加 經驗的累積而自以為是 當然我說 有的時候不完全 但基本上是這樣的 我們很少人是越來越自以為是 而以別人為非的 很少我告訴你 基督信仰如果有人是自以為是 而老以別人為非 我們大概可以判斷他很少遇見主 他很少遇見主 因為如果你常常遇見主 你會因為越認識主而改變越大 你會越認識主而越不敢自居正義 因為我們即使行了所有的義 也不能到神的面前稱義 所以覺得自己很對 覺得自己特別了不起的基督徒 比較少 比較少 我不能說沒有 但是不太多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當我們遇見神 當我們與主相遇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自己的不足 我們就會發現自己的不夠 我們就會發現自己的不適 即便我們原先對自己很有把握 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是 當你遇見主 我們就會有180度的轉變 那今天早上我們要看的這段經文 就是這樣 使徒行傳第10章的1到29節 請你翻開聖經 使徒行傳第10章所記載彼得的改變 就是這樣 彼得的改變是怎麼樣一個情況呢 使徒行傳第10章所記載 歸納起來是一句話 請我們打開周報的第二頁 我要請你寫下來 與神相遇最明顯的證據 是我們改變了 請你寫下來 改變 改變 我們當中有一位弟兄非常可愛 他有我的這個 這個電子郵件的地址 他常常寫信給我 他每次都在主日崇拜前 就寫信給我 禮拜六晚上他就寫信給我 他說李長老明天是你講道 請你先把答案寄過來 他非常的認真 因為以前我如果漏講那個答案 他一定事後就追到門口去 把答案寫下來 非常認真 他就把它保留保存起來 每一個禮拜他只要是有這個 他就把它保存起來 他現在就覺得當場寫很緊張 怕漏掉 所以他就禮拜五禮拜四就寫信給我 就跟我說李長老你先把答案給我 這樣我就先抄上去 這樣我來聚會的時候 我就不用太緊張了 我真是很感動 我真的很感動 所以我每次他寄給我說 我一定寄給他 我把答案先給他 讓他可以先寫下來 所以你們要把答案怎麼樣 寫下來 寫下來 親愛的弟兄姊妹 與神相遇最明顯的證據 是我們什麼 改變了 改變 親愛的弟兄姊妹 與神相遇是基督徒很正常的經歷 與神相遇最明顯的證據 就是我們改變了 我們改變了 與神相遇我們不一定會哭 有時候與神相遇我們會笑 與神相遇很多的時候 外界的困難不見得消失 可是我們內心的力量 卻遠遠的勝過外在的不良環境 與神相遇最明顯的證據 是我們改變了 那個改變可能很明顯 別人都看得出來 有的改變也很微小 連我們自己都沒有感覺 親愛弟兄姊妹 有人的改變是外在很明顯的轉變 可能也是我們 有的時候我們是內在的 一點點的轉變 但總之 當你與神相遇的時候 我們就改變了 摩西看到焚而不悔的荊棘就改變了 他改變什麼呢 他已經八十歲了 當然我們當中有好幾位八十歲的 我所認的就有好幾位八十歲了 我不要讓你舉手說你八十歲 不過我有時候在想 像我這樣的五十多歲 稍微累一點就腰痠背痛 我想八十歲一定會比我辛苦一點點 可是摩西他遇見了 看到了焚而不悔的荊棘 他八十歲還肯出來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與神相遇就改變 以賽亞在聖殿當中與神相遇了 結果他改變了 他本來是聖哉聖哉聖哉 後來他就變成禍哉禍哉禍哉 然後他說什麼呢 他說我在這裡請拆遣我 所以以賽亞本來指著別人的 後來就指著自己 他改變了 彼得在打魚當中遇見神 遇見主耶穌基督他改變了 他的改變很奇怪 如果我是彼得 你要知道 耶穌叫他把網撒下去 一網撒出多少魚 兩船魚 你要知道一網可以撒出兩船魚 是多麼可怕的事情 通常要撒好幾網才有一點魚 如果一條船罩得很小 一網撒下去就要兩船魚的話 如果這是經常性的話 你就知道那個不是網做太大 就是船做太小 可是他可以一網撒下去兩船魚 如果你是彼得你怎麼說 你們想想看嗎 如果你是一網撒下去 有兩船魚 你的反應是什麼 主啊繼續與我同在 對嗎 你們不是這樣 那你們是 不依靠主還要依靠自己 主耶穌對我們這麼好 一網撒下去有兩船魚 可以休息一個月以上 他怎麼說 他說離開我吧 我是個罪人 改變了 以利亞在和烈山上聽見 主微小的聲音 他也改變了 他改變了 他不再灰心 你知道他是有一百個理由灰心 多少年來 就他一個人在那裡為主拼命 以後他大勝或者大敗 拜假神的先知850個 其中最少是450個現場就殺掉了 大獲全勝 可是也許別說明天我如果不讓你死 就隨便你怎麼辦 他灰心了 他灰心了 可是他聽見主微小的聲音 他就改變了 他不再抱怨 他繼續服侍 他去高亞蘭王 以色列王跟以利莎 保羅在大馬射路上與主相遇 他就改變了 他從一個抓基督徒的人 變成被人抓的基督徒 他改變了 而且30年之後他說 故此我沒有違背從天上來的意向 他改變了 親愛的弟兄姐妹 當我們遇見主的時候 我們就改變 這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會改變 改變得渺小 改變得謙虛 改變得跟我們原來的想法不一樣 我們與主相遇可能有很大的改變 也可能只有一點點的改變 但改變就是改變 改變成怎麼樣呢 改變成我們越來越像主 改變成我們越來越順服主 改變成我們越來越靠近主 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應該嚮往這件事情 你應該期待這件事情 期待什麼 與主相遇 我們的神 或者耶穌基督是昨日今日 直到永遠不改變的 他不會向摩西顯現 不向我們顯現 他不會向彼得說話 不向我們說話 耶穌華神是如此 耶穌基督是我們的主 聖靈到今天仍然是如此 向我們感動 帶領我們 讓我們知道他的心意 那麼如果我們想要遇見主 與主相遇 有沒有什麼是我們可以預備的呢 當我們看到彼得這麼大改變的時候 我們能不能從這一段的聖經 看出到底彼得有哪些心理的素質 是我們可以效法的 然後我們來說 如果是這樣 我把我這邊預備起來 那我的意思沒有說 我們沒有預備好神 就不能來臨到我們 我意思不完全是這樣 可是更多的時候 我們其實沒有預備好我們自己 以至於神來遇見我們的時候 我們沒有感覺 很多人說我從來不感覺 我遇見主了 會不會有原因呢 我們來看彼得怎麼樣遇見主 我們來讀第二段的聖經 使徒行傳第十章一到二十九節 我讀一節 請你們讀一節 雖然很長 但是它是個故事 所以你一讀你就很容易明白 我們一起來讀 使徒行傳第十章一到二十九節 我讀一節 請你們讀一節 在該撒利亞有一個人 名叫哥尼流 是義大利營的百夫長 有一天 有一天約在身出 他在意象中 明明看見神的一個使者進去 到他那裡 說哥尼流 哥尼流 現在你當打發人往約帕去 請那稱呼彼得的西門來 向他說話的天使去了以後 哥尼流叫了兩個家人和常 伺候他的一個虔誠兵來 第二天他們行路將近那層 彼得約在五正上房頂去禱告 看見天開了有一物降下 好像一塊大布細的四角醉在地上 又有聲音向他說彼得起來宰了吃 第二次有聲音向他說 彼得起來宰了吃 第二次有聲音向他說 神所捷徑的你不可當作俗物 啊 彼得心裡正在猜疑之間 不知所看見的意象是什麼意思 哥尼流所猜來的人 已經訪問到西門的家站在門外 彼得還思想那意象的時候 聖明向他說有三個人來找你 於是彼得下去見那些人說 我就是你們所找的人 你們來是為什麼緣故呢 彼得就請他們進去住了一宿次日 起身和他們同去還有約帕的幾個弟兄 同著他去 彼得一進去 哥尼流就迎接他 伏伏在他腳前拜他 彼得和他說的話進去 見有好些人在那裡聚集 所以我被請的時候就不推辭而來 現在請問你們叫我來有什麼意思呢 從這段的經文我們特別 我特別喜歡第28節 那我們來看28節 彼得因為經過這一段的過程 就對他們說 他說你們知道 猶太人和別國的人親近來往 本是不合理的 但神已經指示我 無論什麼人都不可看作 熟而不竭盡的 親愛的弟兄姊妹 可能你我讀這段聖經的時候 沒有很深的感觸 可是你知道要彼得講出 這一句話來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呢 他說什麼呢 他說你們知道 猶太人和別國的人親近來往 本是不合理的 他說我這樣做是不合我們的利 不合他們的利多久了 不合他們的利不是幾個月的時間 不合他們的利是幾百年的時間 幾百年都不能做的事情 他現在做了 他現在做了 所以他講一句話 他說神已經指示我 神已經說是神叫我做的 神叫你做 你就可以做這件事 這不是很稀奇嗎 這是幾百年不能做的事情 他說所以我被請的時候 就不推辭而來 現在請問你們叫我來 有什麼意思呢 你突然發現彼得有很大的改變 對 你看到彼得在主耶穌的時代 在主耶穌同在的時候 主耶穌做了很多的事情 讓彼得改變 我們也看到彼得在 教會初期被建立的時候 他有很多的奇妙的言語和作為 他能行神蹟 叫瘸腿的起來行走 他能講道教三千五千能悔改 可是這個改變卻更大 他竟然神對他說 你去進到那個人家裡 他就跑去了 到底是什麼事呢 在這段的聖經當中 我們看到了彼得的改變 這個改變實在是太大了 他原來是不接觸外邦人的 是不跟外邦人來往的 那是猶太人世世代代的禁令 但是這一次他與主相遇之後 他改變了 他大大的改變了 他改變了 他竟然肯到外邦人家中 去傳福音 可是他所遇見的這一位神 有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所以從這一段的聖經當中 我們發現想要與神相遇 有幾件事情 第一 要對神有基本的認識 請你寫下來 對神有基本的認識 就在這一段 二十九節當中 一共提到了主 聖靈 神 神的聲音 聖天使等等 這樣子有關於上帝的概念 十幾次 還不包括概念性的上帝 大概有二十次左右 提到了彼得的改變 跟一件事情有關 就是上帝 就是那位神 而這一位神 是彼得所知道的那一位神 他所認識的那一位神 換句話說 我們所知道的神 跟我們再認識他之後 我們被改變這件事情 是有關係的 如果你不是認識這位神 你需要有人來介紹 如果你不是認識這位神 你需要有人來給你講解 如果你不是認識這位神 你需要有人幫助 這就是為什麼 戈尼流被聖天使指示 找人去把彼得請來 給他們說明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想要與神相遇的這位神 不是想去遇見一個不知名的神 也不是我們以前說 不管什麼神 只要我成則靈 或者我們窮則呼天的那一個神 與神相遇的這個神 我們其實對神要有基本的認識 那就是為什麼我們鼓勵弟兄姊妹 你需要讀聖經 你需要跟其他的人來往 你需要來聚會 因為當你來聚會的時候 你就看見許多的人 他們也相信耶穌的 他們有一些行為 他們有一些語言 他們有一些動作 你會越來越認識這位神 下個主日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我知道你的家人 一定還有沒有信耶穌的 你為什麼不試試看呢 你邀請他來嗎 你說他不會來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你為什麼你邀請他來 他就來了 你說沒什麼事做嗎 禮拜天跟我去一次 你不知道的 你就一直邀請他 一直邀請他 有一天他就說我跟你去了 因為不是你講 他就會信的 他必須看 他必須看很多人 你知道有的時候 如果在我們當中聚會 有一個基督徒 有一個人信耶穌人 你問他說 你為什麼信 是講人講的好嗎 他說講人講的 我大部分聽不懂 那你為什麼會信呢 他說我看到別人 是這樣的人 我覺得我也要相信 你不知道的 親愛的弟兄姊妹 這一位神 需要有人介紹給我們 我們還沒有認識的時候 特別是 我們需要人介紹給我們 所以哥尼流找人 去把彼得找來 這也是聖天使要 要哥尼流做的事情 也是神要彼得做的事情 這就表示這一位神 不是我們隨隨便便講的 那這一位神是 獨行其事 獨一無二 創天造地 設立救恩 而且他是有道德 他是聖結的神 在這邊 彼得過去所認識的神 就是他現在所遇見的神 可是當他這一次遇見神的時候 神要他做的一件事情 是他不知道的 他不理解的 他不接受的 也是他們傳統所禁止的 可是一個人如果對神 沒有基本的認識 他一定要請別人幫助他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是個還沒有很清楚 認識這位神的 如果你要想跟神這位神 更多的交往 你需要更認識神 而你遇見他你就更認識他 你認識他你就更容易遇見他 那這件事情 會幫助我們 讓我們常常遇見他 很多人跟我說 他說 他說 李長老他說 照你一講起來 你常常遇見神 我說是啊 他說為什麼我不常常遇見神呢 因為你不知道怎麼樣跟他溝通 因為你不知道怎麼樣 被他引導 你知道如果我們不是很被 如果我們不是被教導過 很多事情我們也不容易看到的 我們當中有沒有很喜歡賞鳥的人 賞鳥的人 沒有 你知道有一個很有名的神學家 John Stott 他是很有名的會賞鳥的人 所以他到台灣來的時候 我們基督教界要特別安排一個 很會賞鳥的人去接待他 有時候我跟一些弟兄姐妹到山上去的時候 他們就跟我說 你看見那個那隻鳥嗎 他講了半天我也沒看見 我就說為什麼他看見我都沒看見呢 因為他會看到鳥 我不會看到鳥 後來我就發現 有時候到河裡面去的時候 我就說你看見那個青蛙嗎 他也沒看見 感謝讚美主 這個是很公平的事情 因為我們是鄉下長大的孩子 我可以在一條河流當中很快看見魚 很快看見青蛙 可是你不是在鄉下長大的孩子 你看不見 有的時候沒有人教你 你還看不見一棵樹上面有果子 可是我們在鄉下長大的孩子 光看那棵樹的外表就知道是什麼樹 所以我們也很容易看到那個果子 有人教你你才會 沒人教你你不會 所以如果你要遇見主 其實你要對神有基本的認識 你知道什麼時候大概會遇見他 或者在什麼情況之下會遇見他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一件事情 我們需要學習 彼得就是因為跟神有這樣密切的來往 所以他很容易就知道那是從神而來的 第一 第二 我們來看第二 第一個 對神要有基本的什麼 第二 請你寫下來要分別一段合適的時間 要分別一段合適的時間 無論是哥尼流也好 無論是彼得也好 他們都是在一個特定的時間遇見主的 他們都是在一個特定的時間遇見主的 我們先看彼得就好了 我們讀第九節第十節 我們讀第九節第十節 預備請 第二天 他們行路將近那城 彼得約在五正 上房頂去禱告 覺得餓了 想要吃 那家的人正預備飯的時候 彼得渾油向外 在第九節這裡提到一件事情 五正 五正就是中午的時間 那是他們平常吃飯的時候 彼得上房頂去什麼 禱告 第一世紀的中東的地區 建築物都不是很高 一二層是很正常的 而他們的上面那一層有個屋頂的平台 到現在還很多這樣子的 地中海市的建築 常常是這樣 常常是這樣 那中午彼得就去禱告 我們不知道這是他束長的習慣 中午都要禱告 或是他那天有特別的禁食禱告 所以他肚子特別餓 那個香味一上來 他肚子就餓了 總之那一天他是一個人 在屋頂平台上面 有一段時間在禱告 就在那個時候 神就來和他相遇了 弟兄姊妹我們想要與神相遇 不一定有固定的形式 但是 從這段的聖經到我們看見 在個人的禱告當中 讀經當中 在團體的禁拜當中 最容易與神相遇 最容易與神相遇 如果我們想要與神相遇 我們必須分別一段時間給他 最好不要只有三五分鐘 最少也要有十幾分鐘 你應該把一天分別一段時間出來 這個分別出來的時間是必須的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在這個吵雜的時代 要分別出一段時間 已經很不容易了對不對 我也不要請你們舉手 說手機有裝LINE的請舉手 我就叫你不要舉手 你還舉手 你有裝WeChat的請舉手 你有裝WhatsApp的請舉手 你的手機會響的請舉手 我們的手機很容易響 有時候三四個人一起吃飯 自己看自己的手機有沒有 很奇怪一件事情就是 近處的不要講話 要跟遠處的講話 等到跟這邊的人分開的時候 再跟這邊的人講話 我們現在就是這樣啊 你上了那個捷運 所有人都這樣對吧 在家裡也這樣 我們心裡很難安靜下來 以前一天跟幾個人聯絡 現在一天跟幾個人聯絡 現在群組越搞越大 我們教會也是這樣 長老一個群組 長老跟長老的太太一個群組 核心同工一個群組 所有的部門一個群組 叮叮咚咚咚的對吧 你參加每一個小組都有一個群組 我們現在已經很難安靜下來 我們能不能在別人不能打擾的情況之下 一個人安靜的親近主 你唱詩也好 你禱告也好 你讀經也好 甚至只是安靜的等候 我們需要有不被外界打擾的時間 我真的很感謝神 我發現在飛機上 對我來說是最好的時間 我一年坐幾十趟的飛機 一上了飛機 不是你要不要開手機的問題 是有人管你不准你開手機 在家裡太太管有沒有用啊 沒有用 你們有用啊 我不相信 分別一段時間不是行事 也不是定規 但如果沒有這一段的時間 彼得沒有機會給神 我知道神如果一定要遇見彼得 彼得即使很忙亂也可以 可是這段聖經卻顯示一件事情 在這麼重要的事情上面 神要彼得拿出一段時間出來 否則他不能跟彼得溝通 你想想看 第十章的十一到十七節 你稍微看一下 需要多少時間 我告訴你 絕對不是一秒鐘兩秒鐘的時間 那個彼得要跟神對話的 那個 那個布下來又上去 彼得要看見那個東西 說這個不能吃 神說吃不能吃不能吃不能 又收上去 那個不是幾秒鐘幾分鐘的時間 那是一段不短的時間 因為彼得要跟神對話 他也要思想回應跟做出行動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總要分別一段時間出來 與神相遇 以我的經驗而言 這段時間預備的越好 與神遇見的機會就越大 品質也更好 基本上 如果我們願意與神相遇 會表現在我們的預備上面 所以我最常跟神有很準確的溝通 明白神要帶領我做什麼事情 是在飛機上的時候 因為我剛才說了 你手機一定要關掉 它一定要來管你的 而且在飛機上面的時候 一段時間沒有一個人可以講話 我也不想跟別人講話 因為坐飛機很累 能不講話就不講話 能夠不動作只要運動運動以外 就是不要動 安靜 可是那段時間 常常可以跟神美好的溝通 當然當我們這樣講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把神 限制在我們給祂的時間之內 不是這樣 祂也有可能 不在我們靈修的時間 跟我們相遇 但在這邊所謂的 分別出一段合適的時間 請你注意聽 通常更多是指我們 內心中的安靜 或者尋求的意願 就是我們到底想不想遇見神 到底想不想遇見神 我年輕的時候別人都告訴我 多讀聖經會遇見神 我也同意 可是我後來發現多讀聖經 我會拿聖經的東西來批判人 我沒有說不讀聖經 聖經要花很多的時間讀 可是當你遇見神的時候 聖經的教條 以及我所讀出來歸納出來的東西 變成活的 如果我沒有遇見神的話 所讀的聖經都變成控制 影響 甚至判斷別人的標準 所以遇見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親愛的弟兄姐妹 只有真正的遇見神 我們的心裡面才不會一直判斷別人 只有真正的遇見神 我們才會覺得我們是越來越渺小 越來越沒有辦法老實說 不被神影響的去愛別人 我們的心裡要常常平靜安穩 常常保存在可以領受祂的旨意的狀態當中 所以主要的還不只是時間 其實主要的是心 親愛的弟兄姐妹 因為這個緣故 其實在任何的時刻都可以遇見神 假如我們的內心 預備好的話 若是不然 你就是把時間分別出來了 也不見得能夠遇見神 所以第二 分別一段合適的 時間三 具備正常而清楚的意識 請你寫下來 有些人以為與神相遇的時候 我們會進到 模模迷迷糊糊的狀態 或者變成狂熱的 或者一定是不能解釋的 不 親愛的弟兄姐妹 如果從這段聖經 我們就發現一件事情 彼得遇見主的時候 他有正常清楚的意識 通常我們在敬拜神的時候 我們會感性的去遇見神 那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遇見神有時候我們會哭 很感動或神安慰我們 我們很受安慰 或者我們跟神 有很美好的溝通的時候 我們覺得很享受 好像時間都停了的感覺 但是遇見神這一件事情 通常我們的意識是很清楚 而正常的 來我們讀10到13節 我們來讀10到13節 我們來讀10到13節 我讀一節你讀一節 彼得覺得餓了想要吃 那家的人正預備犯的時候 彼得渾游向外 這裡說彼得怎麼樣 來注意聽啊我問你 魂游向外是這裡描述彼得的情況 我請問你魂游向外 是意識清楚還不清楚 在這邊 清楚還不清楚 彼得魂游向外是不清楚 是嗎 你在想清楚 一個人魂游向外 是清楚還不清楚 不一定 對嗎 不一定 魂游向外不一定清楚或不清楚 可是你從他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 他的描述以及整個做下來的結果 你會知道他清楚 為什麼呢 我請問你 彼得遇見主之後他改編對吧 那這一件事情後來被 路加記載下來 請問是誰告訴路加的 一定是彼得嘛 一定是彼得 不然誰會講這個事情呢 我禱告發生的事情 然後你們都知道了 誰告訴你們的 當然是我自己講出來的啊 我如果不講出來 你怎麼會知道呢對不對 我遇見主你怎麼會知道呢 我上一堂也講了 我在那裡安靜的時候 我講過很多次嘛 要到歐洲去開始那個神學院的時候 神很清楚的告訴我 當我說告訴我說你不要誤會 以為我一定聽到聲音 不是 我不一定聽到聲音 可是我就很清楚的知道 去找汪川生院長 我就打電話給汪川生院長啊 我第一次打電話給他的時候 我當然不能說神告訴我 叫我來找你 你不可以拿這種帽子去押別人對不對 因為神如果感動我一定會怎麼樣 所以公平嘛對不對 我只是把神所感動我 與我的或者我要公開 我應該更公正的講說 我以為神感動我去找汪川生院長嘛 這樣比較準確嘛對不對 我以為嘛 那怎麼樣知道是不是有呢 就是我打電話給汪川生院長嘛 第一次他跟我說絕對不可能 還笑得很開心就把電話掛了 他說不可能發生這個事情的 第二次我打電話去的時候 他就說絕對不可能 李長老絕對不可能 第三次他就告訴我說 他說 李長老那你去找我們的董事長 因為我幾次要提辭辰 他都不肯 他說如果他同意 那就是一個印證 那我就打電話給他們董事長嘛 那董事長電話裡面 就馬上答應了這件事情 你說這不是神帶領嗎 他真的去開始那個工作 你要知道 如果不是他這工作不會開始 為什麼 因為他是軍人背景出身的 非常強硬 在一個剛剛開始的工作中 難道一個地步是 必須六親不認的做事 他在那邊的時候非常的強硬 有一天在第一個學期 就有一個學生死了 在學校裡面腦液血 當場送到醫院就死了 我在台北嚇得要死 是誰要開始這個學校的 怎麼一開始就有人死在學校裡面呢 我就很緊張 後來我就想辦法聯絡到汪院長 我說你覺得我需要過來嗎 他是院長 我是董事會主席 學校是我們開始的 他是受命去開始那個學校的 我說你覺得我需要過來嗎 他說你不用過來 後來人家告訴我 汪川升院長是越挫越勇的人 你沒什麼挫折他就這樣做 越挫折越大他就越勇 他絕對不怕的 如果不是他開始 我告訴你沒有人可以開始這個工作 誰告訴我的 神告訴我的 你不相信也沒關係 我並不希望你相信這件事情 這是我的經驗 我如果不講出來 你也不會知道對吧 我請問你 彼得怎麼會 路加怎麼會知道這件事情 誰講出來的 彼得講出來的嘛 所以在這邊 他覺得餓了想要吃 都是彼得後來的描述嘛 所以他很清楚知道這件事情 這裡的混由向外 是指的他看到一件令他驚異 而讓他迷惑或不解的事情 我告訴你一個人會迷惑或不解 是指意識清楚才會有的現象 通常我們遇見神的時候就有這個反應 這是什麼 為什麼會是這樣 當我們開始遇見神的時候 我們起初去說為什麼會這樣 可是我告訴你那個意思都是清楚的 都是清楚的 彼得在這裡混由向外 是指的他看到十到十三節的這件事情 是彼得不能控制的 彼得不能控制的 他所看到的好像在睡夢中看到的一樣 但彼得與神的對話非常清楚 如果你去研究這段聖經 彼得跟神講話的時候 一來一回一來一回 是很準確的知道他自己在講什麼的 他知道神要他如何 他對神有明確的回應 他與神有來往 所以彼得是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只是不知道神為什麼要這樣做 來我們讀第十七節 我們來讀第十七節 我們來讀前面的兩句 預備請 彼得心裡正在猜疑之間 不知所看見的意象是什麼意思 好這裡說彼得心裡正在猜疑之間 不知所看見的意象是什麼意思 請問這裡這樣的描述是表示彼得 意思清楚不清楚 清楚啊 一個人清楚才會猜疑對不對 不清楚怎麼猜疑啊 說這個事情怪怪的 那你腦筋一定清楚嘛 你說這個事情怪怪的 你腦筋不清楚怎麼會這樣呢 一定是清楚的 他說我不知道所看見的意象是什麼 猜疑是意識正常的人才會有的理性反應 那個不是迷迷糊糊的被牽著走 我承認有的時候我們在夢中 我們不是很清楚 我們起來我們也需要禱告說主啊 這是什麼這是什麼這是什麼 可是當你明白神心意的時候 腦筋一定是清楚的 只是你覺得你不相信這件事情會發生 你不相信這件事情會這樣子發展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 可是神要做的事情 他就一定會成功 這是我們能不能弄清楚而已 親愛的弟兄姊妹 因為這個緣故 當我們要去做一件事 或改變一個行為的時候 我們需要具備正常而清楚的什麼 意識 請你不要擔心你遇見神是個怪怪的 然後你是被牽引著走的 我想絕大部分至少我的經驗告訴我 你跟主相遇的時候都是清楚的 只是那件事情為什麼要這樣走 你不明白 你不明白 有的時候神感動我們去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沒有做以前我們就是不明白 為什麼要這樣做 不過要這樣做是明白的 只是這樣做的結果 為什麼會是這樣 我們不明白 或者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們不了解 所以第三 要具備正常而清楚的意識 這是彼得在這邊讓我們看見 他被改變的過程 第四 保持寬廣開放的心胸 請你寫下來 這是預見主之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保持寬廣開放的心胸 因為你不知道會碰到什麼事 你不知道碰到什麼事 當你開始這個工作的時候 你要保持寬廣開放的心胸 在這幾年我更多的跟主 比較多的來往 祷告 仰望 經驗的時候 我常常跟主說你要做什麼 你要我做什麼 我這樣做你覺得可以嗎 腦筋很清楚的 可是當我在跟神這樣講的時候 我必須保持一個非常寬廣的心胸 因為神 如果這件事情是我們意識 我們的決定 我們正常的反應 就能下的決定 通常不需要神我們也能下決定 對嗎 那為什麼要遇見神呢 遇見神一定是一個大的轉變 或者是以神給我們一個清楚的指示 你知道我們這麼多條路要走 但是哪一條路最好呢 如果神不告訴我們 我們也可以摸得 這個 這個磕磕碰碰的 也可以撞得頭破血流的 可是如果神告訴我們往那裡去 你就會知道雖然我們覺得說怎麼可能呢 可是神一帶我們過去就打開來了 就這裡所講的 我們必須保持寬廣開放的心胸 這是我們想遇見神最困難的一個部分 我們常常說遇見神要敬拜主 可是我告訴你 當我們遇到神感動我們的時候 我們很可能不能接受的 我們可能不接受改變的 我們可能也不順服的 我承認有的時候遇見主我們被神大能的擊倒 我也不會反對這種事情 我們會歷時的順服或馬上受安慰 這也是我們有的經驗 但更多的時候我們遇見主 我們是要用寬廣開放的心胸去接納 去順服 我這幾年在菲律賓服侍的結果 神有一天就藉著那個環境 很奇妙是不可以不可能這樣的 跟這個人談 我們都在談別的事情 有一個人突然來找我說 要建立一個新的工作 我說你怎麼會這樣想呢 他就說他有怎麼樣的感動 後來我就說好那我們試試看 我就一個一個的去做 做完的時候真的要做這件事情 沒有想做的時候不害怕你知道嗎 等到說神真的要做這件事就很害怕了 因為工作很大 做不起來的大 可是我就問他們說你們清楚嗎 他們說我們有這種感動 可是我心裡面越來越清楚 越來越清楚 其實那個意思非常的清楚 問題是要不要順服 那困難在這一邊 要不要順服 因為有太多的難處 可是一旦順服了之後 就好了 親愛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的心胸不能寬廣開放 那神記者跟我們講的 再大聲都沒有用對不對 我們會馬上反應說那怎麼不可能 這不可能的事情嘛 可是我問你 我們碰到這麼大的事情 來 比比看彼得 請問彼得聽到了說 你去到哥尼流家裡去 容易不容易 幾百年 幾百年 所以不可以踏到那種家裡面去 不可以跟那些人來往 可是彼得就清楚是神的帶領 他必須要有個寬廣開放的心胸 保羅聽到 在特羅亞聽到馬其頓的呼聲也是這樣 往這裡去好嗎 神說不好 往那裡去好嗎 神說不好 神說往那邊去 我告訴你 跨過亞洲到歐洲 當時是一個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用現在的角度來講 歐洲才是福音的重症 那是因為彼得 保羅跨過去的結果 那是根本沒有人做這件事情的 亞拿尼亞被感動 我們上次說的 去為扫羅按手禱告 也需要他自己有寬廣開放的心胸 否則他絕對不敢去的 親愛的弟兄姊妹 如果我們不是一個寬廣開放的心胸 我們說我所認識的神就是這樣 祂不會那樣 如果我們心裡一這樣想 你很難 你很難 而且你也不需要遇見神 不需要遇見神 因為我們這裡面的 忠孝仁愛信義和平 四為八德理義廉恥 我們都會的 你再怎麼讀都讀得出來的 要愛父母 要怎麼樣 我們都懂的 可是神要改變我們 不只是這樣 神要讓我們的生命 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所以第一對神要有基本的 第二要分別出一段 第三要有正常而清楚的 第四要保持寬廣開放的 最後要勇於嘗試新鮮的行動 請你寫下來 當我們來到這裡 我們心胸也寬廣了 我們意識也清楚了 時間也預備出來了 然後神帶領我們說 你做什麼事 最後我們就要怎麼樣 行動 行動 去做 那 預備好了嗎 心動了嗎 在遇見主的過程當中 還有一件事就是要回應 要回應 神這樣感動我們 我們就說好 跨出去 真的很不容易 真的很不容易 神感動我們 去向某人說 對不起 很不容易 對不起 很不容易 這麼小的事情都不容易 彼得要去 進到哥尼流的家裡面去 需要行動 親愛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讀十章二十一節 二十三節 二十五節 二十六節 二十九節 彼得都有行動 所以行動是遇見主 一個最重要的一個結果 就是你行動 就是幫助我們 讓我們再來唱這一首詩歌 說它能改變 主啊 我們實在知道 祢願意改變人 從頭一天 亞當軟弱犯罪跌倒 你就想改變他 主啊 先聖先賢 祢一直在尋找他們 要改變他們 直到有一天 所有人都不想聽見 祢話語的時候 謝謝祢 祢拆遣祢的愛子 耶穌基督來到我們當中 為了尋找我們 為了讓我們看見神 道成肉身在我們當中 主耶穌我們更謝謝祢 祢為我們的罪 被釘在十字架上 讓我們今天早晨 在這裡的剝柄 成為一個真實的敬拜 我們用心靈和誠實 來敬拜祢 以至於我們可以遇見祢 親愛的聖靈 謝謝祢 祢願意住在我們這個 污秽肮脏 敗壞的人的裡面 與我們同在 謝謝祢 謝謝祢 主啊我們來到祢的面前 我們也願意把我們自己 交在祢的手中 我們當中有一些人 他的身體有難處 主啊心裡有重擔 我們當中可能有些人 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就在未來的一段日子裡面 主啊不管是客觀的改變 主觀的改變 我們需要祢與我們同在 我們需要祢安慰我們 我們需要祢鼓勵我們 我們需要祢改變我們 因此我求祢 讓我們願意接受祢的改變 讓我們願意與祢相遇 主啊謝謝祢 讓我們的弟兄姊妹 主啊在往後的日子裡面 主啊可以更深的經歷祢 謝謝祢 謝謝祢 主啊我要說 主啊當我們分別一段時間的時候 當我們來親近祢的時候 當我們說我們願意的時候 當我們保持寬廣開放的心胸的時候 向我們說話 主啊讓我們被祢得著 好叫我們在地上 不是那麼辛苦的活著 乃是依靠祢活著 謝謝主的恩典 謝謝主的恩典 大小的改變 我們都願意 我們都願意 謝謝主 我們現在又要分散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愛 聖靈的感動交通 與我們眾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的家人 和神在各地的教會同在 從今直到永永遠遠 Amen